甘枯峻裂一片南部水晴嚴峻酒和不雨 不少農地成了月球表面 预估这不缺水危机将影响 加南平原大约七成以上的水稻收成 我们做作业的打算就是说 未来湾田地区有可能只变成一期照做 应该说从去年到现在整个水晴 其实不OK 然后降雨量也是偏少 所以今年整个台南地区的水稻作业 其实都是停摆的 放苗的手没停下来过 原本在五月中旬才开始大量繁殖的菱角 现在农民为了生计提前到四月就开始放苗 接下来五月没雨季再不来 农民可真的就消不出来 像是台南御井区以芒果为大宗 现在缺水影响果树结果 而高雄青梅则受到三波寒流以及雨水影响 导致青梅结果力小果肉不足 为了抢救生计 农民改中不怕缺水的青椒 但没想到价格下滑 干脆放到烂直接不采收 水情严峻而要用水的又不止农田 台湾的经济命脉高科技产业用水量更大 以目前来讲南科它必须 每天必须要用到大约是22万吨的水 那一个月就要用掉将近600万吨 一年大约是7200万吨的水 那7200万吨的水 这个就是等于是一个乌三头水库的取水量 即使雨再不来不仅农业 其他产业恐怕也会跟着拉警报 环宇新闻成员为林委事高林警台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